各位先生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二章 第二章叫物权法律制度 物权在我们每年 法律这一部分考试中 这样的分值应该说还是比较高 每年大概在十分左右 这一章是个复习的重点 难不难呢 老师感觉这一章不是很难 大家只要把老师讲的支点理解了 完全可以应付考试 那么首先来看物权这一章 大概有哪些内容 首先第一节介绍一下物权的概述 这一节大家了解 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第二节物权的变动 以及所有权 用意物权 担保物权 这几个支点大家要重脸复习 考试非常容易出题 那我们首先呢 就来看第一节 叫物权的概述 物权的概述 主要要学习哪些内容呢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问题 就是物权的概念和种类 什么叫物权 它指的是呢 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 所享有的什么呢 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 比如说老师手里这支笔 我的我可以直接用它 直接支配 排它呢 别人不要干涉我用它 就我自己直接可以用 不需要别人配合我 而且呢 其他人不能影响我形式着物权 所以呢 物权特点就是我对特定的东西 这个东西它就特定的 我可以自己直接的支配 但别人呢 不要影响我形式着它权利 这就叫物权 物权包括三类 一类叫所有权 一类叫用意物权 一类叫丹尼物权 什么叫所有权 所有权呢 就是对自己的物相应的权利 比如老师手里这支笔 我说是我的 我就拥有它的什么权 所有权 用意物权 所有权人呢 把它东西给别人用 那这叫会用意物权 担保物权呢 比如我欠了那个人的债 我用物来去抵债 去担保债务 那就是担保物权 我们后面呢 将为详细学这三类 什么叫所有权 什么叫用意物权 什么叫担保物权 大家知道物权包括这三大类 物权的特征 物权是个支配权 什么叫支配权 就是可以直接支配 无需他的同意 比如说老师手里有个苹果 那我问大家 我假如说拥有这个苹果的所有权 那我可以什么 直接支配他 老师在吃苹果的时候 需不需要你们配合我 是不是要老师说 我吃苹果了 我一张嘴 你们也跟他啊 你们啊有什么用呢 苹果是我的 不需要你们配合我 所以物权有个特点 我自己就可以行使了 不需要别人配合 还有债权不一样 债权呢 是需要别人配合的 是吧 比如说你欠了我十万块钱 如果你不配合我 我就没法行使他权 是吧 物权呢 自己就可以做了 叫支配权 是吧 不需要别人配合 第二个呢 物权是具有排他的权力 他是权力人是特定的 医务人是不特定的 又被称为对视权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老师刚才说 我手里有个苹果 我是这个苹果的权力人 那我想有什么 他的所有权 我可以吃苹果 那我在吃苹果的时候 我是这个苹果的权力人 谁是义务人呢 除我之外 所有人 你们都是义务人 你们的义务是什么 别影响我吃苹果 比如老师在吃苹果的时候 我一张嘴 咬了一口 有个同学说 吴老师 你不能从哪地方吃 因为那地方发现有个虫眼 里面有可能有虫 我就喜欢吃虫 怎么了 虫比苹果有营养多了 我就喜欢吃虫 怎么了 所以呢 也就是权力人是我 义务人是谁呢 是我之外 所有人 你们的义务是什么 别影响我心的物件 是吧 谁影响我 我就可以告谁 比如说老师 有一套房子 我在居住的时候 我在装修的时候 我想怎么装修 怎么装修 是吧 我自己的房子 我只要不影响你们 比如我在装修的时候 我感觉呢 我想把我的房子装成一个鬼屋 我就喜欢天天晚上在鬼屋里面住到 行不行 行 说明我心理变态 是吧 那你们说 吴老师 你别那样干 那样干 好恐怖 我就喜欢那样 怎么办 我自己的房子 我想怎么弄 怎么弄 只要不影响你们 所以物权的特点是什么 权力人是我 除我之外 所有人 你们都是什么人 你们都是义务人 你们的义务是什么 别影响我心理物权 所以呢 物权 你感觉 它是一对一的关系 还是一对多的关系呢 它应该是一对多 权力人是特定的 义务人是除了权力人之外 所有人是不特定的 所以权力人是特定的 义务人是不特定的 它是一对多的关系 它可以对抗这整个世界 有整个世界 除了权力人自己 其他人都不要干涉它 形成物权 所以物权就有支配权 它就有排他性 物权的种类 首先第一个分类 所有权和他物权 所有权是在用谁的东西 是在用自己的东西 叫所有权 他物权呢 是在用别人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后面学的 用义务权和担保物权 都是在用别人的东西 什么叫用义务权 比如说建设用地的使用权 建设用地的所有权归谁呢 国家 国家把地给你用 一般居住小区给你70年的使用权 这就是用义务权 那你在用土地的时候 你在用谁的土地 你在用国家的土地 这就叫用义务权 第二个词呢 叫担保物权 担保物权 就是我们说的抵押 我把我的房子抵押给银行贷款 是吧 银行对我的房子就拥有担保物权 到时候我还不及银行钱 银行就可以拍卖我的房子 是吧 用义务权是在用别人的东西 用别人的土地 担保物权呢 是人家的房子 或者是土地来担保自己的债权 银行就拥有担保物权 是吧 所以用义务权 担保物权 都在用他人的东西 所有权在用自己的东西 所以叫所有权和他物权 第二个 用义务权和担保物权 它俩的详细区别 用义务权 刚才老师已经说过了 是在用别人的东西 主要是这几个都属于用义务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 宅地地使用权和地权 这几个都属于用义务权 用义务权是在用自己的 还是用别人的 用义务权是在用别人的东西 普地承包经营权 普地的所有权归谁呢 归集体 这个村庄 这个村庄把地给你用 你可以在上面种庄稼 你可以占有使用神的收益 建设用地使用权 建设用的所有权归谁 国家 国家把地给你用 你可以占有使用收益 宅地地使用权 它的所有权归谁 归集体 集体分给农民一块宅地地 让他干什么呢 让他盖房子用的 还有一个词叫地义权 地义权什么意思 就是我想在他的土地上通行 我花了点钱 买了一个在他地上通行的权利 叫地义权 所以用意义权都在用别人东西 担保物权呢 就用物来抵债 我们后面会提到抵押 质押 留质 这三个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用物来抵债 我们后面会详细来学习 大家现在大致了解一下 用意义权 包括四个 担保物权 包括三个 第三个叫动产物权 不动产物权以及以权力为客体的物权 动产物权 比如说我们的建设用力使用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地的使用权 这三个都属于什么不动产 土地承包建设用力宅地 这都属于什么不动产 而我们的动产 比如说我拥有一套设备 那这个设备就是动产 对设备是动产 对我们的房子是不动产 还有一权力为客体的 这是关于我们物权的种类 大概了解一下 第二个大问题 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物权法有哪几个原则呢 第一个 平等保护原则 我的东西 你的东西 只要被侵害了 国家都平等的给我们提供保护 第二个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的种类是法定的 我们前面说过 所有权呀 用意物权 担保物权 都是严格按法定来的 它内容呢 也是有法律定的 比如说 我一旦用一个东西的所有权 我可以行使它的四个权利 占有使用 收益除费 比如说建设用地的使用权 我只拥有多年住宅只有70年 是吧 土地承包经营权 一般农村的耕地 承包一般最长是30年 是吧 30年 所以呢 这都是法律定好的 所以物权法定 第三个呢 物权的公式原则 哎呀 这个东西如果是你的 你要通过一定的方式 让别人知道 它是你的 不动产一般怎么公式呢 登记就可以公式了 比如说一套房子 你怎么向这个世界公式 这个房子是你的呢 你只要在房产部门登记在你名下 那就算你的了 而动产呢 不一样 动产交付给你才行 比如老师这些笔 我想把它卖给你 那我要转给你 我交到你手里面 就像世人公式 这个东西所有权已经是你的了 所以不动产用的是登记 动产用的是交付 这是物权的公式原则 物权的几个基本原则 大概了解一下